如今很多人家中都会养几只宠物 有人养狗 有人养猫 宠物的品种也是多种多样 不过要说养乌龟当宠物的还是非常少的 在国外有位老爷爷养了一只小乌龟 这只乌龟是老爷爷13年前在路边捡到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只小乌龟躲在草丛里 被路过的老爷爷发现了 就把小乌龟带回家自己养了 这一养就是13年 曾经孩子们多次要求放生这只乌龟 不过都被爷爷阻止了 但孙女看到乌龟的时候不淡定了 这乌龟的体型十分庞大 可以说是乌龟中的王者了 而且他和爷爷特别亲 每次见到都主动要求抱抱 连小孙女看到后都吃醋的表示 爷爷爱乌龟不爱他 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 这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的乌龟 最好还是将他放生或者是交给动物园 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